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逼迫你拿掉孩子 他是为了治疗我的癌症 虽然他曾让我失望 他爱得太过强硬 但他 是我孩子的亲生父亲 好了 不要忘记 这一切的前提 是孩子能够平安的出生 人生就是一个变量 永远没有横定枝 没有固定选择 我是叶子 欢迎进入 爱的自宅客 怎么你还守着过去 那有你的回忆 恨子的唏嘘 快点 被这世界孤立 别哭 你就在我心里 别哭 别哭 若んで幹嘛 你說笑的 死邊看 你會放這裡 照顧好戳 宝宝 有没有觉得 他们俩比你还幼稚 妈妈不生气 妈妈现在什么都不想 妈妈只要你 吴院长请送到急诊室 吴院长请送到急诊室 吴院长 吴院长 帅 陶主人早 一 嗨 美女们 早啊 早 早 今天这是什么风景啊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彩精湛的剧情 我跟你们说哈 以后都给我认真点 别再八卦了 都给我好好工作认真工作 赶紧忙起来 谁也不想动我的孩子 谁也不想动我的孩子 谁也不能动我的孩子 别动 叶医生来了 叶医生 他只听你的 你再劝劝他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能孩子垮了 他就先垮了 就是啊 找出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这么遮掩 谁受得了啊 叶医生 你去告诉他们吧 我不要做手术 他们谁也别动我的孩子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但你怎么又忘了 你这样子 宝宝们会很担心的 他们喜欢温柔点的妈妈们 多笑一点 别哭了好不好 我会一辈子保护好他们 不让别人看见 我会一辈子把他们抱好 会的 一定会的 而且 你还要一辈子照顾他们 等他们慢慢长大呢 我会一辈子陪着他们 保护好他们呢 我会一辈子照顾他们 但是你想想 你要照顾他们 要保护他们 你得自己有力气才行 你现在身体那么虚怎么办呢 你得先把身体养好了是不是 好 咱们躺下 不让别人看 好 一定不让他们看见 不会让别人看见 我不要做手术 不要让他们躲得很 不会 一定 我抱着 我好疼 我好疼 好 谢谢 对不起 昨天失控了 谢谢你给我的资料 我看了 所以你是去呢 还是不去啊 只要是对孩子好 我都会是 我承认我这两天心里有点问题 我嫉妒了 我不是嫉妒她抢了风头 还是她当上了副主任 我嫉妒你看她的眼神 还要帮你挡玻璃的为什么不是我 好了我都明白 不如这样 如果我决定了 我会考虑让你陪我去美国 毕竟你是我的主治大夫 我现在 比较担心的是你两个孩子 这个手术 不做事不行的 我怕 他们两个都会很危险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先跟爸爸聊一聊 江翠现在太激动了 是一种逃避 而爸爸每天就是一味地哭 也是一种逃避 他如果不正面面对 江翠会认为 他这个做法是对的 毕竟是男人 不管怎么样 该面对该担当的时候 就该担当 我老婆不见了 你们看见我老婆没有了 我老婆不见了 而且孩子还在 那他不在这儿 会去哪儿呢 你说他会不会去 不会 你知不知道我说哪儿 我知道你说哪儿 但一定不会 还是去看看比较安心 我说了吧 他不会来这儿的 只要孩子还活着 他不会扔下糖的 真是个令人担心的妈妈 我看要担心的 应该是孩子的爸爸吧 江翠至少知道在保住什么 这个冯丽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 有的时候男人真的不如 你跟女人坚强 我看你有时间 找冯丽聊聊吧 陶藤虽然是他们的主厨大夫 但他不会花心思做这样的事情 看来我在你心里 比陶藤更可靠 我没想拿你们俩比 陶藤虽然是他们的主厨大夫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又不知道 我就上了个厕所 我回来之后他就不见了 你们去找啊 快去找啊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又不活了 起来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你好好想一想 他有没有可能去哪儿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看我们还是调下监控看看吧 江翠 你去哪儿了啊 老婆 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就知道哭 你们出去吧 我累了 他从哪儿跑出来的 他表情太奇怪了 他的手臂上有几刀血印 好像是自己用手抠出来的 你说这心里得有多痛 心脏的负担太重了 不尽快手术 两个孩子 连三个月都很难支撑 这么小就做这种手术 怕这孩子挺不过去 我们要尽快做好手术准备 从现在开始 就要全力以赴 保证这个孩子的各项指标 我们要尽快点 在这边 几刀的那些好 你还不得隔开 我都会连着我 是我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其中一个孩子心脏先天畸形 衰退得非常快 所以已经严重拖累到另一个孩子 致使他的心脏负担过重 生命体征也在降低 所以你们要尽快做决定 做这个分离手术 放弃那个心脏先天畸形的孩子 不 我不要这样 两个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放弃 如果你不放弃 就意味着两个孩子都可能有危险 两个孩子都是我亲身的 你们要我怎么放弃 保住其中一个 让他健康成长 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方式 如果只能保重一个人 那我宁愿他们不分开 不分开不行 不然两个都会死 冯先生 你要面对现实 现实 什么是现实 他们两个都是我亲身的 这个才是现实 孩子刚出生 见面对死亡 所有父母的肯定难以接受 是啊 像这种大面积相连的情况 情况非常少见 但是我们能保住其中一个 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选了一个就是让另一个去死 没有哪个父母能做这样的选择 可如果不做的话 一个都活不了 叶医生 要不你去劝劝孩子的妈妈 怎么可能 孩子的母亲现在这么激烈 一听的话会失控的 那就这么决定吧 既然只能选择一个 那就保留一个吧 江崔 你们是说哪个心脏不太好 穿黄色衣服的那个 那个是老大 那就放弃他吧 江崔 你疯了 那就放弃小的 把大头 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我的孩子 我一个都不放弃 反正都一样 一个活一个死 你怎么得这么说 有区别吗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建议 从各项检查结果来看 老大的各项指标都比较弱 比如 走吧 去哪儿 去完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当然知道 一个活一个死 江崔 这不是在市场选白菜 这是你的孩子 有区别吗 江崔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但你真的不能那么草率地做决定 难道你们要我很认真的选一个去死吗 那样不是更残忍 医生 那结婚别听他的啊 老婆 老婆 可能我们就不应该让孩子父母来学 他就是说 你不过去 我怎么感到有没有 你还不可以 你还不过去 我可以的 我不是想会 我那是 你还不过去 这些人 你还不过去 我这些人 我就是想会 我还不过去 你还不过去 我还不过去 你还不过去 你还不过去 体质都非常重 并且他们的连接度非常高 最主要的是先天机型的这个孩子心脏功能衰退很快 严重拖累到另一个孩子 我们手术预计在两个月后做 到那个时候孩子不足三个月 免疫力极低 所以综合起来看 这例手术的成功率不容乐观 还有一个问题 连提应而分离手术相当复杂 而且涉及到科室又很多 手术费应又很高 据我所知 家长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恐怕难以接受 那你们的意见 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这种手术在我们医院是首例 如果成功了 我们人家医院在业内将上一个排级 所以我的意见是 做 但是对外先不要伸张 这样一旦失败了 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损持 如果一旦成功 我们对外的宣传就会有卖电 另外我建议 我们要免除所有的手术费用 一旦失败了 家长不用出钱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验员 总体来看 这例手术的成功率应该在60% 那你们的意见呢 我同意陈主任的意见 很多连体移分离都面对皮肤不够用的问题 如果只保一个孩子 这对我们美容科来说倒是比较有利 只要分离成功 我就可以尽最大的努力来修复孩子的伤疤 我怎么听着感觉你们是在拿这两个孩子做实验呢 手术方案我都已经做了第16遍了 徐主任这么说不客观吧 对不起 我不是说要否定你的工作 而是我觉得存活率只有60%的情况下 对孩子来说风险太大了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手术没有那么多的把握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把这两个孩子 转移到更有把握的医院去做了 转出去 各位 给大家看点东西 陈主任 帮我先忙 好 大家请看 这对连体鹰 与我们医院这对连体鹰的相似程度 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同样共用一个星包膜枪 一个胆道系统 而且 同样有一个孩子心脏先天畸形 下面请看一段视频 杨医生 你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就聊聊天嘛 你看起来很爱你太太 我们是相亲人士的 一见钟情 不是 一开始 我听他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后来回到家之后 我忽然收到他的短信说 我们结婚吧 把我吓坏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刚跟前男友分手了 起初 我不想跟他继续下去 可是有一天 他忽然拎着一个行李箱 就到我家来了 然后呢 我发现 他其实挺有魅力的 我就跟他结婚了 后来就 越来越爱他 听起来 他是一个 蛮 敢做敢当的女人啊 这样他要是做了什么决定 是任何人都拉不回来的 那你觉得他那天做的决定正确吗 我也不知道 各位请看 这个男孩就是孩子现在的样子 他已经十四岁了 这位主导医生是德国的新生儿科专家科尔先生 也是我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 前几天我已经跟他取得了联系 他已经答应来我院做连体营手术的手术计划 他甚至答应来我院做手术执行 我也正在积极地向卫生部门申请他在中国的临时行医执照 同意他来我院做这个手术 他的态度确实很漫长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突然做了那样的决定 他都没有跟你说过 他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了 甚至 也不再去偷管孩子 我的孩子已经这样了 我天天有命 但是江翠 他万一有过什么三双两双 我真的 我真的受不住 好 你先别瞎想 你作为一个男人 在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拿出一点魄力来 我知道 麻烦你跟叶医生说说 让他多去陪陪讲错 他还是买相信叶医生的 这你放心 叶医生一直很关心你们 谢谢 谢谢 你看到叶医生了吗 他在那个地方啊 谢谢 叶医生 这里是网络自媒体丁天发声 大事要发声 各位看看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地方 就在仁雅医院 这有大事要发生了 各位看官马上我来 您刚才这边三位是我们的仁雅医院的陶腾主任 还有我们的两位当事人 现在我采访一下我们两位当事人 冯先生 您看过唐山大地震 大地震哪 多惨的事啊 我今儿就不说特效了 你知道当中的剧情吗 当中的剧情 我想各位朋友都已经看过 就讲的是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妈妈 她的身世就跟我冯先生一模一样啊 两个孩子当中要选择一个孩子 各位网友 你会怎么选择的 我现在问一下冯先生 您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跟你说 这不是一道选择题 您不要激动 好吗 您别激动 请坐 请坐 您别激动 我听说妈妈这边已经有选择了是吗 是的 那您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随便选 您说随便是吧 在这样的生死关头 您说您是随便选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呢 会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 来决定留哪一个孩子 呃 是这样吗 好 行 那行 各位网友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我听说这位妈妈在生产的时候呢 突发羊血栓色 是我们陶主任的 把你抢救过来了 我也知道 羊血栓色是很危险的 是我们陶主任的医术非常高超 你希望陶主任亲自给你掏刀 连凭分离手术吗 你在干什么 出去 陶主任 这个啊 要走 出去 干什么 我们走 不是 冯先生 你别激动啊 我就 我告诉你 你再问我 你信不信 放开 陶主任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都看到了 你不觉得丁天的每个问题 都是在割他们的肉吗 我需要澄清一下 是丁天自己找上门的 他已经知道了这事 难道有撒谎吗 那他怎么会那么快得到消息的 那你该问他 我怎么看你挺配合的呢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罕见的病例 更好地宣传人雅 这么说 你还是为了医院了 我现在是人雅的人 有这一物 可我怎么觉得 你是在宣传你自己的 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啊 这得问你 你有为病人考虑过吗 那两个是孩子的爸爸妈妈 叶子 这也正是我想跟你说的 什么意思 人生总有趋舍两难的时候 我们该学会果断 你该向那位姜女士学学 快地就接受了现实 在两个孩子中做出了选择 而你呢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 孩子和生命 你该冷静地去选择 我已经做了我的选择了 你这不是选择 你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我懒得跟你说 别把坏情绪带给宝宝 所以我着急回家 看点动画片补充点正能量 换个角度想 他也是做足功课 这样也是为宝宝好 就算为宝宝好 需不需要那么大张其不的宣传啊 他是个吃过媒体亏的人 现在反而会利用媒体 也算是成大事的人 我看他就是想借这些病例 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对医院也是一样啊 有了知名度才能改变 我看他就是想借这些病例 改变什么 医患关系 医学伦理 有太多的现状 需要有人先了解才能够改变 这个社会独善其身 是没有办法的 你也很懂这些啊 那你为什么不宣传 所以我才比不上他 他不但是个好医生 还是个好领导 好领导有可能是 好医生啊 未必吧 反正不是个好丈夫 这一辈子 没出生就要去 赞同 另外那句话是啥是别人说的 是学说的重要吗 只求卑鄙平安 话说的没错 可这又不是很稀网 怎么写 我表姐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不容易撑那一年 太可怜了 不能两个都活在了吗 是学说的重要吗 人这一辈子 为孩子起扶罐 为孩子起扶罐 我说了 我们不需要捐款 不需要慰问 有这个必要吗 人家都是好心 老婆 你真的已经决定好了吗 决定了 听说 陶主任这次请了外国的专家 希望他这次能和上次一样 救了咱们的孩子 没人能够救他们 除了我 叶响 叶响 姜翠不见了 孩子 拿着 姜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赶紧分手去找人吧 嗯 你就不要去了 你身得重 不然人家去 你跟着我吧 是 江翠 你 你们最好别拦我 不不不 我们不拦你 我们送你 你去开车吧 真的 相信我 你要去哪里 我们都送了 不来 走 车在那边 喂 找到了还不赶紧回来 叶子跟我在一起 没有问题的 我们一会儿去兜兜风 我告诉你 叶子要是出什么事的话 我和你没完 知道了 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没有想怎么样 就想送你回去 真的没骗我吗 我们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想什么 就想带两个孩子回老家嘛 对了 车票定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换了是我 我也会定好的 还有 你应该准备了一些药品吧 什么药 你要带两个孩子做长途 没有准备一些必备的药品 蛮勇敢的 我不需要 你们别想把我带回去 你 你 是在担心孩子还是担心叶子 我是在担惊杨俊波那个自以为识的家伙 会闯大祸 你放心 他的职业修为不比你差 嗯 最好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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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担心孩子还是担心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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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停车 江翠 你怎样才能相信我们真的是来帮你的 帮我 从你做的那个决定开始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打这个主意的 那你为什么不揭发我 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理解你 回去之后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是的 就像你说的 很多连体婴儿 他们能够很好地长大 能够开始有他们的生活 虽然说各自有各自的差异 但是至少他们在一起 所以你是对的 我理解你 他们会好的 他们谁也不会离开我 谁也不会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离开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你给他们取名字了吗 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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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可爱的天使 江翠 你要是相信我 让我抱抱他们好吗 我保证我一定不离开 你这么好吗 我抱抱你了 小心 怎么样 脸色发污 呼吸急促 他们缺氧 你们什么意思 如果不赶紧送回医院 不用倒车站 他们的心跳就会停止 不可能 到时候就如你所愿 他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你们吓唬我的 是啊 要不我们赌一把吧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对吗 江翠 你听我说 如果做了选择 只能活一个 我也宁愿他们一直在一起 就算长大之后 他们会成为怪物 就算有那些奇怪的眼神 都不重要 但是江翠 安吉和安吉他们的情况不一样 他们比别的连体婴儿虚弱很多 他们的心脏承受不起那么重的负荷 如果不做手术 他们可能连三个月都活不下去 更何况现在 你把他们抱了出来 孩子离开宝宝乡太久了 他们会连三个小时都活不过去的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 再来 妈 不要 它们会好刀 它们连三个郎 我每天做梦都能梦见他们 梦见他们跟我说话 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能两个都活下来 为什么要把一个分开 让我选择一个活 我做不到 江浅我知道这很难 可是你必须情形 如果你继续选择逃避 他们两个都会失去希望 江翠 相信我勇敢一点好不好 咱们一起来面对 严医生 我求求你 我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江翠 杨医生 你们帮帮我 帮帮我好吗 柯尔先生的初步计划是 保住心脏功能上好的那个孩子 另一个孩子先使用人造心脏 等日后有了合适供体再进行心脏移植 这样的话可能两个孩子都可以保住了 理论上这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么小的孩子 你能保证他能挺住这漫长的手术 就算挺住手术 你能保证他能等到合适的供体 你能保证他能忍受得住排阅 没有什么是可以保证的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要尽最大的权利去争取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 你和杨俊波倒是非常相似 谁跟他想了 江翠 你换了一种想法 如果手术成功 那剩下的一个 就可以带着另一个的希望活下去 其实他们还是在一起 是不是 会吗 会 一定会 杨医生 会吗 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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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生命体征不稳定 快快快快快快 别让别让 不 我们也要一起去 孩子 不管你们将来谁活下来 都要带着另外一个的梦想 爸爸会替你们赎罪的 还有爸爸 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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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帮忙 叶医生 你没事吧 快走 你没事吧 孩子没事吧 孩子挺好的 怎么啦 是我的报告吗 说吧 我有时间准备 癌细胞 扩散了 来 来 代 Direct 呃 大夫 lunar 聞诊在哪儿啊 在 是个笼子吧 想什么呢 这是 咱们往这边看看 那谢谢医生了 去吧 不要急 哈 你别跪着呀 你站起来说话 我们想要个孩子 你想要孩子 你跪在这也没有用啊 复杂起来 大夫 我求求你了 一定要让我老婆怀上 这么说是之前怀不上 怀他上 我们都怀不两胎了 那你这是来逗我玩的吗 不是 大夫 之前怀 都没了 流产了 什么原因 就 就是怀着怀着就没了 是习惯性流产吗 你有没有糖尿病 没有 子宫异常呢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之前 做过检查了 那你们双方要再做一下检查 女的要查一下 抗子宫内膜抗体 好 封闭抗体 软潮基础磁激素 男的要查一下金子质量 咽一下血 他们双方都要查一下染色体 听明白了吗 我老婆流产查我干嘛呀 这个习惯性流产有很多原因 我要看一下你这有没有问题 那也不是查他呀 查我就是查我 大夫那我们现在就去啊 去吧 谢谢你 谢谢啊 已经扩散了是吗 好 宫经右侧及后穷有侵犯 魏达宫敌韧带 魏达盆毕 已经收窗住院了 那这样的话 应该立刻终止人身 然后广泛切除子宫 专门做供给癌的治疗 他不会放弃孩子的 你不觉得叶子现在的状态 已经很偏执了吗 他一心一意想要保住孩子 难道他没想过吗 错过了最佳手术期 那治疗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 那我就陪他偏执一次 俊伯我们可都是医生 我们首先要保证的 就是自己的客观和冷静 我明白 但我面对他我做不到 徐主任应该也建议 种植人身摘出子宫吧 现在这个档口 保命比什么都重要 不能有任何迟疑啊 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选择 现在命都快要没了 还尊重什么 到任何时候我都是这句话 到任何时候我都是这句话 做做做做做做 你说你的脑子 我在家怎么跟你说的 叫你别说话别说话 差点说错了 我总感觉这事不靠谱 老公 我看这事要不还是算了吧 算什么算哪 可我总觉得 可我总觉得 这事让人提心吊胆 搞不好会出问题的 你别说什么呀 这孩子你要是不胜 咱们就死不一条 来 对了 我会休一段时间假 你要去哪儿 美国 培叶子吗 对 如果让我跟叶子换一换 是让我遭遇她那么多的病痛 这样就能得到你的感情的话 我也愿意 对不起 你去美国 别忘了给我带礼物啊 我要包包还要化妆品 我一会儿呢 会开一个清单给你 你更衣服 你不得了 憋不得了 我会担心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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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干准 你不用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也不得了 有个几个个专家会诊完 给你制定的手术方案 下个礼拜就给你做手术 拿掉孩子 摘出子宫 全面治疗你的宫颈案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你再这么折腾了 这是我的事情 这也是我的事啊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也爱孩子 可如果你要把孩子生下来的话 你会没命的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你操心 不管怎么样 下个礼拜这个手术 一定要做 你不要这个权利 我不需要这个权利 我只需要这么做 滚滚